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招生季,各大高校为了争夺优秀声援,连美人季都食伤了。 这部前几日,人大网站一改往日严肃风格,在首页刊登出一张单人美女毕业生图片, 这使学校网站访问量俱增,甚至一度瘫痪,让人不禁感叹校花的魅力。 今天,小编就带你来盘点一下人大、北大、清华三大名项的校花,看谁更美。 人大肖花康义坤,是人大零九级,低音骑琴专业脸生,其微博名为康义坤,内有大两四兆,被网友称为人大女神。 康义坤最爱其刘海家常直发,小清新文艺女嗷麦蒙罗莉,风格随意,切换无压力。 说到肖花怎么能不齐奶茶妹妹张泽天,凭借着清纯的外形,甜美的笑容,加上被保送到清华的优异成绩,奶茶妹妹从高一一路红到大学, 拥有众多粉丝,是当之无愧的清华笑花。 其最经典的一张奶茶妹妹的成名照,自从这张照片被发布到猫谱上,张泽天就火了,自然的马尾变,完美的素颜,没有过多的装饰,就是那么清纯迷人。 此间网络爆红的北大香花袁佳怡,赢得了选美冠军,成为了2013年世界葡萄酒皇后。 林佳怡走红后,网友也纷纷将她与清华笑花奶茶妹妹进行比较。 不少网友称,林佳怡风尘味道十足,远不及奶茶妹妹清纯可人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